在国阵政府执政下,马来西亚持续在国内及国外推动中庸运动。 我们与东盟伙伴合力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,贸易值超过2兆美元。 马来西亚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以第四次获选为非常任理事国, 在192张票中获得了187张支持票。 马来西亚是泰南和平谈判的调解者。 马来西亚也是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谈的调解者。 在马来西亚创立萨雷曼国王世界和平中心。 国阵履行我们的承诺,以民为本,绩效为先。